我们不会做假民调 黄珊珊不要乱讲 我因为跟黄珊珊其实是老朋友了 所以选举到现在 我没有攻击过黄珊珊 中皇董事长赵兽康爆气了 火达到直接脸书自录影片呛瞎 因为日前委托盖洛普公司 做的卑视选战民调 遭黄珊珊批评 都死了 用民调变成文宣了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民调 而是故意用操作的方式 那我们花了很多钱 委托盖洛普做民调 盖洛普会做假民调吗 盖洛普以前做郝龙斌 费洪泰 赖斯堡 甚至朱立伦跟尤其坤类似的民调 误差都在1%之内 赵兽康反向上一份 9月26号做的民调结果 国民党八线市只拿三个 桃圆蓝营的张善政 还落后民进党的郑运鹏 怎么会花大钱 做赔上公信力的假民调 丁廷宇教授 跟我是朋友甚至好朋友又怎样呢 朋友归朋友 民调归民调 黄珊珊无法认同这一份民调 恐怕是因为民调显示他可能就是 最后蓝绿气宝的对象 因此赵兽康也不客气了 直接呛你在绿军中 只有1%的人支持你 所以我早就讲 不会弃黄宝城 也不会弃城宝皇 支持黄珊有6%国民党人 最多只是6%稍微转移 那也影响不了大局了 赵兽康叫你不要乱讲 他还蛮生气 他还自录影 一份民调以为让赵兽康 也卷入北市蓝绿白战场 进行文林家县石油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赵兽康